主席 主席,我能不能请那个权势部张部长,还有退府基金的建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能不能请一起出席 退府基金,他是管理委员会,那建立委员会是谁? 现在是秘书长吗? 必须要带你,必须要带你,留任好久没见 是,副长,来跟你就叫一下 是,主席,我想请教部长,就是说一百年度,退府基金的收缴数是多少亿,能不能请你回答一下 一百年通常,现在退府基金,就是说他的收入,就是说他的保费收入是五百七十几 他的支出呢? 他的支出是三百五十亿 三百五十亿 三百五十亿 所以大概他整个当年度的现金的收入大概不超过两百亿 所以大概这种从收缴数扣掉波户数 大概还有大概两百亿左右 不到两百亿,现在一千 大概吧,大概两百亿 两百亿 而且这个金额现在是越来越小 大概还有两百亿 我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那,刚刚我们本席在聆听王惠美委员也提到这个退伍基金 在一月底啊,我们的基金净值,累积净值是亏损多少亿? 二月底 一月底,我说到一月底 月底是赚哪? 月底 那相较于九十九年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百零一年 我们用一百零一年数字 你九十九年累计净值是四千九百二十亿 到一百年年底是四千七百九十四亿 那到一百零一年一月是四千七百七十七亿 到二月上来了 为什么?因为股票指数上来了 上来多少点? 我去查了一下 二月底那一天收盘指数是八千一百点 那我们一百零一年的二月是净值 累计净值是四千九百六十七 大概也就是说是跟九十九年啦 十二月底的净值差不多 但是部长这里面有个问题啊 主席刚刚有听到 我们等个退伍基金的收入数扣掉缴出数 大概一两百亿的现金的流入 但是从现在的数字里面 现在只是跟九十九年比起来 只是打平 那我个人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委托操作是不是分成国内操作跟国外操作 那国内操作在一百年它操作的报酬率是多少? 国内操作当时四批操作暴力非常不好 多少?大概平均? 平均暴力大概-10%吧 多少?大概-10%左右 四家 四家平均大概多少? 四个平均大概-10% 是啊,我手上你们给我的资料是-13.1%啊 这是很高的数字啊 一百年,我们现在从一百年来谈 那国外的呢?国外的报酬率又是多少? 国外报酬率好 多少? 大概-10%吧 国外报酬率是-6% 怎么会-10%? 是-3%还是- 你的报表数字是-6.89 -6.89 也是很惨诶 你看一下 到一百年度 -3.5 一百年度啊 到一百年度多少? 我刚跟你们管理委员会调资料而已啊 国外是-13 国内是-13 国外-13.11啊 部长 在这边啊 你们刚刚传给我的资料 部长,你看这边 你的报表是刚刚你的退伍 全序部的官员送过来的 国内是-13嘛 国内是-13嘛 国外是-13嘛 国外是-13嘛 国外-13 国外你有一个-7.92 一个-7.22 7.92 没有这数字啊 你去看一下你在网站的报表 我从你网站报表 download下来 我们再查明一下好了 第二 第三个你有一个 国内第四次是-7.92 也有一个-7.22 还有一个- 第四季 还有一个-0.57 还有一个-0.57 另外我给你 我给你报告 那你刚刚讲这个数字 只是第四季的数字 第四季嘛 我说整年度是多少 整年度是-3.58 国外-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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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国内-10几嘛 对对 没错 部长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委托国内股票操作 这些总共花了多少 委托管理会 将近两亿元 将近两亿元 国外呢 国外大概也是 包括保管机关也是两亿元左右 所以加起来大概多少钱 差不多三亿多四亿 你对这样的操作满意吗 不满意 所以部长讲得很干脆啊 那不满意 我们怎么解决 这些是公务任务的保命钱啊 我现在要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我们委托操作里面 大概如果说 以有四家来讲的话 国内有四家来讲 一家大概要赚五千万 委托操作为五千万 那他给我们委托操作到 负十几percent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处罚条款 现在 现行的委托 那个规则里面有 第一个啊 现在因为最主要 现在金管会有个规定啊 就是说 本来我们的想 如果赚的话 大家共享 亏的话大家共同分担 可是这种机制 它实际上 现在金管会是不同意的 因为不同意 所以说我们现在 在委托七位里面 没有办法明定 损失要共同分担这个机制 不 我们不用讲 这样你这整个委托操作的厂商 是稳赚不赔咯 现在如果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实际上如果 他委托不好 根据你的规定就收回嘛 对 第二个我们是有收回机制 你收回嘛 但他损失什么 当然 对厂商他损失什么 对委托商他损失什么 就让你收回而已啊 对 但你已经 委托发生的这些金额里面 你还是按照差略一定的费率 收取支付手续会给人家吗 到最后 手续会我们到时候会扣 怎么扣 如果假如说他绩效不好的话 到时候他 我们会甩 到最后 他的整个的观点会 我们会扣 扣多少 扣多少 我们看他绩效表现 如果以2亿来讲 你大概扣多少 现在大概10 绩效 那我说实际嘛 100年度已经发生了嘛 扣多少 13扣多少 反正的金额不大 多少 扣0.2% 百分之多少 0.2 2亿的0.2多少钱 2亿的0.2多少钱 很不到 400万 太低了 0.2呢 0.2有400万吗 0.2是40万哦 1亿的百分之1是100万嘛 2亿是200万嘛 那是0.2不是2咧 我这个 谁回答你上来回答吧 主席能不能请你 那个谁 那是哪个单位 精确数是告诉我们扣多少 是不是请那个退伏会呢 蔡副主委还是谁 蔡副主委 来讲一下 扣多少 根据每一家的那个 他弱点的报酬力 因为有些 我说你负13.3啦 以负13.3扣多少 这个回去我们要 你手上有资料 为什么要回去讲呢 因为他这个是整体的 因为这个去年是整 但是去年整体 你其中有一家55的 比如说有如果有 假设是-10%好了 某一家-10% -10% 要扣多少 多少嘛 这个 你刚讲的 百分之0.2是哪里的数据呢 不是因为每一 这个跟委员报告 就是每一家的 每一家的报酬力 你告诉我多少 怎么这么困难呢 这个 我们可能要算一下啦 最多扣多少 被我们扣过的 最多扣多少 一百年已经发生了嘛 不敢讲啊 你现在讲 我现在就让你在媒体面前讲 为什么 因为哪有人叫 稳赚不赔的嘛 我们现在力气查一下好了 查一下我们跟委员报告 一百年已经发生 两个多月了 到现在要查什么啊 部主委 他这个案子签到你那边 你不用批合的吗 那世家不一样 最多赔多少嘛 请他们加一下好了 请他们加一下 我们马上算一下 我们跟委员报告一下 时间暂停一下主席啊 能不能让我时间暂停 马上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如果是百分之零点的 两亿元扣四十万 那怎么对老百姓 对军公交人员 没办法交代嘛 而且 而且副主委 你应该 才四家而已耶 部长刚刚讲的 很差 表现很差 扣多少钱 你不知道 那我问你四家最多多少 最少多少 你总知道嘛 那个range是多少 你答不出来吗 加走马上跟委员报告 好不好 你就最多多少 最少多少 也不一定要加走 我跟委员报告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 比较好 部长这才是重点啦 你的监力委员会里面 没有人去查这个东西里面 我们在你的网站 看不到这些详实的资讯嘛 你的资讯要完全公开啊 如果是刚刚副主委讲的是百分之零点 那完蛋了 这怎么叫处罚条款 我们损失没有叫他去做承担 共同share 但你本身每一年大概花两亿耶 国外的操作会大概要两亿耶 一年要四亿耶 这些都是从军沟教人员的保命钱 退休的保命钱去提拨的咧 结果问你你不知道 副主委你不知道 那个 那个就是监理委员会啊 的那个执行秘书 留执行秘书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知不知道 知道吗 你是监理委员会啊 刚才那是管理委员会啊 好吧你说明一下好不好 跟委员报告啊 其实刚刚资料取得会有困难 是因为他每一批他有一个绩效管理会 他定的那个range都不大一样啦 所以就变成 你问每一批最高多少啦 一百年你处理最高划多少钱就这样而已嘛 表现最不好的那一家划多少钱嘛 刚刚委员关心的那个第八批次的是 -15点多嘛 对 那那一个部分他是有定一个绩效管理会的标准 我把那个标准简单的 你跟我说多少钱就好了啦 多少钱啦 扩多少钱 扩多少钱我这边是没有数字啦 对所以我就说把那个比例跟你报告嘛 我就说他他是按照他的净偶的收益率去算的 所以他的手续会有一个基本管理会就是 百分之零点 零点零 百分之零点零点零三 那如果说他收益率达到一个标准以后再往上加 所以他是用这个方式 所以如果说他收益率是 是等于是麦拉什的话 那他最多的管理会就是百分之零点零五 就是照这个标准去算的啦 那这样算出来是多少 你嫌那些东西也没有人看得懂也没有人听得懂 所以你们每次在网站都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看不懂的东西啊 啊你自己去捕啊 那军工教人员的保命钱就这样玩啊 那资讯完全没有摊开 你是执行秘书你跟我讲你不知道 那个一百年十二月底到现在已经三月初了 你们没有核算吗 跟委员报告啦 我这边是没有扣的数字 那如果说以第八批次一百年度给的这个管理会是四千四百六十五万元 四千四百六十五那应该给他多少钱 这个因为每一家不一样 大概五千万 我跟你讲 这个是四千多万里面每一家不一样 我跟主席报告 那个比例一定很低 所以主席我认为说 我们法治委员会的有必要 针对退伏基金做测查 做了解 应该把这些资讯 如果连执行秘书 连副主委都不知道 那谁会知道呢 那这些是军工教人员的保命钱啊 再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部长 监理委员会的 这是秘书长嘛 秘书长 监理委员会有几个委员 23个委员 那军工教代表有几个人 9个 9个 因为公务人员协会 能不能调到12个 有些人不会去嘛 有些人不会去 你能不能让军工教代表到23个除以二的一半12个嘛 有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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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监理委员会应该有军工教基层代表要过半 可不可以 秘书长 好不好 这个必须要修法 修什么法 那个我们的 那个基金 委员产生办法 基金 是哪里修法 是我们这边立法院要修法 是我们自己的 那你去解决吗 你那个就你们那边解决吗 那这么重要的东西里面 可以更多的你要不要去修 能不能尽快在今年把他完成好不好 主席 能不能尽快尽快把他完成 让军工教代表从九席提高到12席过半嘛 好不好 让监督力量透明的力量进去啊 民党你请回答一下 凭你们今天这样答复人家怎么会满力咧 民党可不可以 好 你答应咯 好我答应 今年完成咯 明年是吧 今年完成啊 今年 好不好 谢谢主席 那要把那个办法 那那个办法要送到立法院来 那我们被查以后 我们认为有疑虑 我们会依照职权行政法 抽出来审查吗 另外我跟你报告 我们现在同事 计算出来 我们去年绩效不好 我们扣了一共210万块钱 扣多少 210万 国内国外嘛 对不对 国内 2亿元扣210万 等于扣多少 主席扣1%啊 笑话 那这样的稳赚不赔了 他们 那这样的稳赚不赔了